好艺人沐浴华她被称为是台湾苦情妈妈 在历经的丈夫过世被人倒债 她是不放弃开创了青葱饼店的生意 而现在呢她还帮助了许多人 台北县有一个许先生因为失业了 太太又中风一家四口陷入的困境 她的女儿写信求救给沐浴华 希望能够协助来创业 而终于在沐浴华的奔走之下有好的消息 谢谢啊不用放在心上 这是小事情 沐浴华就向许家一家四口救命恩人 许太太感动落泪 三月份时许太太突然中风 先生当时又失业 两个孩子要念书 家中顿时陷入困境 就快要绝望时 许先生的女儿看见新闻报道 沐浴华开的青葱饼店 热心助人创业 于是她写信去求救 她称沐浴华为沐妈妈 说明家里经济出了问题 吃饭学费都没有着落 急需协助 希望能够用分期付款 让她的爸爸加盟沐浴华的青葱饼店 收到信之后沐浴华寻求各方协助 有企业出钱赞助餐车费用 有业者提供棋楼 让许先生做生意 我先生中风也是还好 很多电视台的主管 我也是写求救信 所以我看到她一封信 我觉得有点像我当初 所以我们很 很感同身受 很需要救援 是 社会上还是有人在做默默的做 你放心 真的谢谢你 不会不会 你放心 社会还是很温暖的 警驾就甘心 徐先生和女儿已经到总公司 受训煎饼技巧 下周青葱饼店就要开张 沐浴华则呼吁更多人出钱出力 帮助弱势家庭 专闻许志明代秋荣 台北报导